今天上午,泄民時間再度在縣府中庭舉辦 讓鄉親民眾有機會澄清案件 議員由宏達針對民間鄉五福堂號的標售案 為民眾尋找解決方案 要求縣府單位除了暫緩標售外 也要輔導五福堂早日合法化 五福堂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 但是因為現今沒有合法所有權人 加上已經是成年老案 縣政府還要求民眾提出資料佐證 否則就要清查拍賣 讓議員陳翰立感到相當不合理 像這樣子如此株類的問題 像我們南投信有許多登記在 土地公、九陶公、甚至媽祖 然後許多的以前早期的 這些唐號之下的土地 因為沒有辦法 有足夠的這些歷史的證據來輔正之下 造成現在縣府要來拍賣這些土地 今天因為法令上面嚴重的影響到我們現在人民的財產權 此外 中興分紅下水道問題 一直都是議員曾鎮嚴一再關心的議題 今天在縣民時間中 特別要求縣府積極處理 改善內新內陸地區淹水的情形 我們的中興樓 中興樓這個洪水下水道 它就分了改善 第一改善就是對我們的國民派所做到我們的德行國小 第二改善 德行國小做到這個毛路區 問題就是我們的這個部份 我們的中興樓 我在中興樓跟南無路 我跟這個這個改善有部份的時候 民地 我們要跟政策 希望國旗把政策起來的時候 利用這個官民時間 拜託我們官長 緊急來辦理 針對人民的各項陳情案件 也將在議員的監督之下持續追蹤 希望縣府單位在面臨地方訴求時 態度能夠更加積極主動 提升縣民對施政的滿意度 民意新聞 洪佳彥 南投採訪報導